中文字幕 李宗盛 都應該聽過前幾個月的阿和事件 對不對 那麼 這次河馬阿和他先是在本來的天馬牧場 被他的主人虐待 丟到很髒的水池裡面住 吃的食物可能還有一些蒼蠅或蛆之類的 然後呢 接下來又在運送的過程中 因為有很多因素 他跳車然後摔成重傷 然後接下來又一次 他被纜繩吊起來的時候 纜繩斷掉 他就像5公尺剛剛用力摔下來 然後摔成重傷他就死 那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他們並沒有把他當作一個活生生的 動物就是河馬去對待 反而就只是把他當 就是幫我賺錢的東西 就是搖錢樹 就這樣 然後我們沒有把他好好去對待他 這樣子 另外呢還有屏東海鮮館的金沙事件 在2004到2012年 就短短幾年之間 屏東海鮮館已經死了三隻金沙 而其中的第三隻呢 更是因為不仁道的對待 與不正當的野放方式 所造成其死亡的 再加上他們的人員也沒有進行什麼野放的訓練 就這樣把這隻金沙丟到海裡面 所以呢後來這隻金沙被衝上岸 然後就死了 那這些例子在許多地方不停的上演 我們覺得很納悶 業者去囚禁這些動物到底是為了教育 還是只是為了業者他自己的利益呢 到底有沒有可能 動物不會再是賺錢的工具 而且呢也被平等對待 並且 每個人心中都有動保的觀念 讓黑心業者無法在這個 充滿動物權的觀念上的社會生存呢 快點 於是呢我們開始去想 開始去思考 到底有什麼辦法 可以把這一個觀念 迫及到每個人的心中 小孩是未來的主人翁 於是呢我們決定 向這些心靈還會受到影響的孩子們著手 這幾個月裡我們分別在台北市蒙特索利幼兒園 與農國小及市東國小等三所學校 進行了三場的演講 而總共約有100位左右的小朋友聆聽喔 這些小朋友們聽完呢 他們都紛紛表示說以後 不會再到這種不人道對待動物的場所 或是再去觀看動物表演了 而聽到他們的回饋我們都很感動 而且他們讓我們知道我們的辛苦是值得的 他們讓我們知道我們走在一條正確的 而且是有意義的道路上面 除此之外我們也重辦了一個部落格 他叫做小小動物保育協會 網址在這邊 那等一下可以拿我們的名片上面也都有寫 然後也會繼續和動保團體保持聯繫 關心動保議題 那我們也會繼續我們的循環演講 如果有人想要邀請我們 我們是非常樂意的這樣 免費的 然後呢 其實我們的訴求是非常簡單的 都寫在這張紙上面 那邊傳單大家可以自己拿上面都寫 就是這幾點 希望大家知道動物是屬於大自然 天生應該要平等對待 然後呢 盡量不要去騎乘動物 餵食動物 騎乘動物 餵食動物 觸摸動物 還有吊撈動物 跟觀看動物表演這些這樣子 聽完了我們的分享呢 我們希望大家能對這些動物感同身受 可以認同我們的訴求 我們期待著動物保育觀念的茁壯 從小孩開始 從身邊的人開始 然後擴集到每一個人 我們現在要進行一個小遊戲 我們希望一位小朋友上台 誰想要上台 好 來 你上來 你現在 好 你現在是不是會關在籠子裡面的動物喔 那你就站在這裡 你不能出去 你現在假裝在睡覺 你假裝在睡覺 那我們兩個現在是遊客 欸你最近在動物園了欸 都動物園了 欸這動物怎麼在睡覺啊 這樣不好 我們來 叫醒他 抽抽抽抽 起來啊 起來啊 抽你 欸不能吃不要抽 抽你 起來啦 沒有用欸 然後把他叫起來 哇 好 其實遊戲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想要給大家看的是 來 你被這樣叫起來 你被我們一直戳 一直揪 有什麼感覺 很煩 很煩很不舒服 還有什麼 就是覺得 你們這些人都不會愛護動物 對對對 很好很好 很好 那其實就是這樣 可以讓大家知道 很多遊客到很多一些 有關動物的場所 他們都是這樣對待動物的 希望大家以後就是 可以盡量不要去這些 非人到對待動物的場所 因為就算 可能大家很有愛心 不忍心這樣對動物 但是還是有別人會這樣做這樣 那越少人去這些場所 就會 越早倒閉 所以這動物也 其實好一直獲得自由 好那我們今天大概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